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名字叫做幻影车神2 故事一开始,一辆火车从沙漠中行驶而过 里面运送着一顶王冠 贵族老太太和两个孙子正围绕着这顶王冠在玩游戏 祖宿三人打打闹闹去了其他车厢 就在这时,江阳大到A先生 装扮成老太太的样子偷走了王冠 等老太太发现的时候放置王冠的车厢 就只留下了一个A的符号 老太太喊来了保镖去追捕A先生 他们在车厢顶上展开了大战 结果保镖被打得毫无怀手之力 最终A先生靠着滑板和绳索逃离了火车 老太太报案之后 警方派出了警察小明前来调查 另一边小明的助手假扮成黑帮人员 却向独销打探消息 尴尬的是在打探的过程中 助手的警员证竟然掉了出来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小明开着摩托艇及时赶来救走了助手 整个过程真的是吓死宝宝了呢 虽然这一次没能从独销口中打探到王冠的下落 可两人得知 A先生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博物馆里的一颗天下宝石 小明很快带着警方在博物馆里布下了天罗地网 奈何A先生把自己假扮成了白色雕像 无论是谁都不会想到一尊雕像竟然会是小偷 扮成雕像的A先生在博物馆里站了两天两夜 人来人往的警察没有一个发现他的 之后A先生操控遥控器车投走了钻石 假扮成清洁工想要逃走 正在和博物馆周边联系的小明感觉到了不对劲 就在警方爬问假扮成清洁工的A先生时 A先生赶紧踩上井盖 突然脚下的井盖喷出水来 把A先生冲到了天上 人就这么活生生的消失在了大家眼前 几次交战失败让小明有些不服输 他找到了著名的女道姐友荣 想用美色迷惑A先生 很快在小明的安排下 有颜值有实力的友荣成为了A先生的助手 可让小明没有想到的是 友荣竟然慢慢对A先生产生了情愫 这次A先生带着友荣来到巴西 准备偷到国宝烟塑金币 通过画中技术 A先生和友荣偷到了金币 而此时小明和助手也开着摩托车在身后追捕 三辆摩托车行驶进了一段隧道 旗帜的A先生用手枪打爆了货车轮胎 火车把小明和助手阻拦在了后面 在出隧道口的时候 友荣炸掉了一辆直升飞机 本以为他们可以就此逃脱 但没想到小明和助手竟然冒着大火冲了出来 最终小明和助手将A先生逼迫到了悬崖边 此时的A先生才得知 友荣原来是一个祸底 A先生伤心地询问友荣是否爱过自己 友荣却直接拿出手枪 用三颗子弹把A先生打下了悬崖 一晃几年过去了 友荣现在是一家热带风情餐馆的老板 而餐馆里的首席大厨 就是当初被友荣打下悬崖的A先生 原来在几年前 互相友药的两人为了金盆洗手 故意在警察面前上演了一招金铲脱鞘 不得不说这部影片有颜值 有惊险有反转 值得喜欢动作片的小伙伴们一看 在几年之后